因为过往我们可能 好像大家都有一个迷思 如果听过老师刚刚前面的分析会说 好像解决全球化 避免全球化或者是暂停全球化 好像就可以 就等于是制裁中国 对中国进行经济的一些打击 有人这样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去全球化 就是要让中国来完蛋 就有效可以制裁中国 那大家就会说 那全球化是不是应该要来退场呢 是不是支持反共的人 就要支持反全球化 是吗 是应该会是这样的一些推子里面的逻辑吗 是不是可以就教一下陈老师 到现在为止 经济全球化是经历了疫情冲击和海运冲击 这两个主要的震动 然后现在这个可以讲部分的 这个经济活动在欧盟那边 是受到了这个俄乌战争的冲击 但是到现在为止 跨国公司基本上是把这样的震动 看作是一种暂时现象 所以可以讲说遇到这种震动 后公司都是把全球供应链的梗阻 看作是暂停 就好比说我们在手机上 或者电脑上正在播放一个视频 你按一下Pulse这个键 就是暂停 那么跨国公司希望说等着冲击 过去以后一切恢复就好 但我现在前面讲的是说 全经济全球化实际上现在正在转向 双轨化 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不再是全球供应链 耿阻这种暂停 而是全球供应链必须重组成双轨的 什么叫全球供应链组成双轨的 就是说你一个跨国公司 你要么不做美国生意 你把总部迁到新加坡去 你只做中国生意 那么这个跨国公司 就变成靠中国那边 你加入那一个中国系列的 所谓的局部的全球化 那要不然这个跨国公司 就是你不要做中国生意 免得你设在美国的总部呢 会被遭到对中国制裁 之后遭到波及 但是如果有跨国公司老想说 我非要在美国中国这边两边通吃 那对不起会变得越来越胆 那么为什么如此 我们现在需要先来理解 经济全球化这种理念本身的盲区 那所谓的经济全球化的盲区 指的是说各国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学者 还有各国政府 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时候 全都没有看到一个具有根本性的盲区 这个盲区就是 我前面提到过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 各国政府和各国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学者 都认为说这个世界真的从此平静 和平静好 再也不会发生另外一场冷战 但是这是真的吗 我前面讲了 这是一种乌托邦幻想 我们现在不要再讲什么 国际商界如何高占远主 目光远大精明灵活 在这种乌托邦幻想面前 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讲 没有一家全球的跨国公司 真正看清楚了可能的全球化的前景的 那经济全球化真正的前景 可能前景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当红色大国深深的 嵌入经济全球化之后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 不可避免的会壮大红色大国的经济实力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一直有很多人愚蠢的相信 红色大国尝到经济全球化的甜头之后 它就会拥抱民主自由 这样就和世界上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并轨了 那为什么说这种看法是愚蠢的 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 缺乏对红色大国和共产党政权的深入认识 他们看不到说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的 红色大国必然会滋生 或者说重新滋生全球称霸的野心 这是共产党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 那个要统治全球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对马克思主义 不管是新版的还是老版的 你对马克思主义比较友好宽容的时候 你就很难摆脱这样的愚蠢 我只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事实上当中共用一家旅游公司的名义 1999年买进乌克兰的瓦梁格号航空母舰空壳的时候 中共要建立航母舰队挑战美国海军 和太平洋秩序的信号 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可是那个时候很多人看到这件事 是抱着一种看好玩的心态 觉得没有什么不就一个空壳船吗 连发动机都没有 其实那就是中共要圆中共的海军 要圆它多少年前就开始做的航母梦 那中共海军的航母梦不是国家家呀 那是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的 就是以后要在海上称霸 那到今天了 中国已经下水三艘航母了 而且后面两艘正在造 中共海军的一系列大舰队 也形成规模了 第一个目标就是攻击台湾 控制第一岛链 那么中共几乎也是在同时 就点燃了中美冷战 那什么是中美冷战 就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 海军最强的两个国家 开始了不会停止的军事对抗 这种军事对抗 它和和大国全面热战的 唯一区别就是双方不会动用核武器 但是除了以都是以核武器 作为最后的克敌手来威胁对方 这就是所谓成为冷战的原因 也就是说当中共做好准备以后 它就开始了世界上的第二场冷战 连美国也是仓促引战的 那由于没有一个跨国公司 能够有远见 有能够预见到第二场冷战的爆发 所以也没有一家跨国公司 10年前会想到说经济全球化 早晚会被这场新出现的冷战 导向双轨化 那中共现在拼命在花冤枉钱 推行一带一路 还有这次抓住上海合作 组织不放 从它的全球战略来看 其实就是在为经济全球化 转向双轨化在做准备 那么就像这个美苏冷战 一旦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一样 中美冷战也不会造成 经济全球化全面消失 中美冷战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是什么呢 是最后是产生 经济全球化的双轨趋势 也就是说愿意和中共 绑在一起的国家 他们会挤到一起抱团去了 那么其他想和西方国家 站在一起的国家 最后早晚不得不逐步 转到西方国家为主的 经济全球化这条轨道上来 那包括台湾、日本、韩国 都是如此 我们也知道新加坡总理在讲说 他不站边啊 那是新加坡总理的梦想 这种梦想就像幻想经济全球化 会把共产党政权改造成民主国家一样 那种乌托邦幻想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那种以为经济全球化 在中美冷战当中趋于双轨化 就意味着中共要完蛋 这同样也是一种幼稚的看法 那红色大国它之所以敢于发动冷战 不仅仅因为它是独裁国家 还因为它是独裁下的大国 大国被独裁 它的领导人是可以榨干民众的 每一滴血汗来演出独裁政权的寿命的 这方面我们参考一下 大日本帝国就可以理解了 太平洋战争末期 日本国内民众已经是很多人家 像东京啊 地区几十万家庭的家 已经被美军轰炸的烧光了 那几百万日本人 他们和日本的儿子们 都在战场送了命 日本国内的老百姓 连口粮都不够吃了 当时日本的这个军国政权在喊什么 喊一亿玉岁 一亿人要为天皇而献身 和美军拼到底 那那个时候日本国内战败以前 有民众出来反抗吗 完全没有啊 那所以没有经过独裁统治的民众 不容易理解独裁国家民众的心理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能明白了 今天台湾很多老一辈的人 是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 我看到台湾也拍过很多 这个文献片 请这老一辈的经历过 太平洋战争的人 来回忆当年的二战 那么他们回忆起来 基本上都是讲战争 还有洪炸的残酷 但是他们没有讲一点 其实他们当年对大日本帝国的 对外战争 真有很多内心抵触吗 没有哎 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心态 去理解中国很多民众 对中共对外去扩军备战的态度 一样的 因此中共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这个方向之后 它会坚持到最后 完全生不下去的时候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 也就是说台湾不再有 与中共讲和的空间了 唯一的前途就是 首先看清国际大事 然后争取国际资源 自保到底 需要订阅 我们需要订阅 极或订阅 我们需要订阅